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暗区突围暗区的黎明为什么是艾维塔 到底怎样才能拯救卡莫娜 暗区突围,PV围城深度解析 雷若伊尔被黑过都是自找的 抛开表面柯仁究竟是想干嘛 今天咱们就讲一讲卡莫娜的曙光艾维塔 其实她是柯仁国立医学院博士 在南北战中爆发后 以援助之名来到卡莫娜 而给我们的任务 看似是一个为了父亲 远赴战场的普遍女儿 但是根据官方发布的视频中 米哈洛伊接受审问时称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我没有女儿 并不是她的父亲 而在艾维塔离线时 也明确地告诉玩家 证明艾维塔的父亲 并不是米哈洛伊 但是他只是用父亲作为掩护 完成组织的任务 那么再看 艾维塔究竟是谁的视率 我们先要从电视台说起 在官方对于电视台的介绍中 暗区出现以后 这里被苏美科委员会征用 过来托兰德财团进行深化实验 过来实验暴露 白狼率先进入电视台教杂 那到底是谁暴露了电视台的命名 在游记中有两个细节 一是米哈洛伊的供词 其中其道 自己是被胁迫参加这个实验项目 并在实验过程中 就已经将电视台信息传播向了外界 二次德尔文在军港 破译了机密文件 文件的内容 直至电视台地下研究 而得知信息的白狼前来收集情报 之后才遭遇了前来巡逻的科特三兄弟 然而结果却是 研究人员被兰德尔带走 也才有了米哈洛伊出唐农场的事情 之后就是北山袭击案了 而最终 米哈洛伊被艾维塔在此 而我们回到艾维塔的个人介绍中 可以看出 他是在南北战争初期来到卡莫娜 但米哈洛伊口供中 但是米哈洛伊是在暗区形成以后 才来到卡莫娜的 南北战争停火之后才有了暗区 也就是说艾维塔要比米哈洛伊先来到卡莫娜 但米哈洛伊失踪之前 艾维塔应该有别的任务 但米哈洛伊失踪以后 艾维塔才开始 以寻找父亲的由头 完成新的任务 我们再看看 米哈洛伊失踪谁最着急 那一定是托兰德财团 当选择暗区进行生物研究 一方面是因为暗区有大量的难民 另一方面就是为了掩人耳目 而因为信息泄露 导致研究人员被带走 托兰德财团是为了保证秘密不被发现 采取了两种手段 一是委托黑金将进入电视台的白狼困死在地下室 二是艾维塔将研究人员带出来 这一切都很合乎情力 对艾维塔是托兰德财团的人 那么问题的关键来了 托兰德财团是个瘪脯子玩意儿 官方必为名字叫黎明将至 如果艾维塔是托兰德财团的人 黎明怎么会将至 研究出来生化武器 卡莫娜直接迎来了永远的黑暗 在乔尔说起艾维塔叠少时 对玩家称他是个靠谱的医生 你完全可以相信他 特别艾维塔很可能有另外一层身份 而在艾维塔的邮件中说 事发突然 自己必须马上离开 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他军队也加入了战场 可以说这是暗区成立以来 卡莫娜本地最大的一起军事冲股 正片依旧了暗区的老风格 采用倒序的手法精进故事叙述 出现了一个电视台的报道 观察左上角看出来是卡莫娜题位 这个人说的话我们需要重点关注 近期卡莫娜地方武装势力不断扩张 他们策划了多起针对我国公民的武装袭击事件 这里的地方武装势力指的应该就是卡莫娜本地的南团势力 镜头一转来到一位战地记者辞职报道 我陪科伦坡防部声称 将联合情盟友展开名为和平之盾的特别军事行动 这个行动代称放到科伦身上 真是极致讽刺啊 我暗区的谁不知道科伦是什么东西啊 除了他们重要的是 报道卡莫娜新闻的战地记者和摄像很显然 因遭遇了不测 这与之后的剧情中提到的新闻上 哇 莫里还实现明星出轨的新闻 是有前后关系的 说明暗中有一只大手阻止卡莫娜战争新闻流出 并通过利用娱乐圈的花边新闻 来吸引全世界人民的视线 也就是说 有人不希望这里真实的情况被外界人关注到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 才让他们如此千方百计 只有就是科伦的飞机 对雷诺耶尔的部队进行轰炸 这个镜头出现了一只小羊和旋转木马 众所周知 暗区的镜头没有一个是多余的 这里的羊带指雷诺耶尔的军队 这时候在黑金眼中 他们就是带宰的羔羊 而旋转木马则有两个案子 一是彼此之间保持永远的距离 逃也逃不开 拉也拉不进 就像暗区的各大势力 永远在纠彩 二是旋转木马一般都在游乐场 代表幸福和快乐 而旋转木马在战火之中 代表卡莫娜本地人民的幸福生活 也被战火摧毁 TV里也说过 根本没有是这一卡莫娜 接下来就是老雷的装甲铝登场 BTR两七步兵战车 是20世纪90年代 在俄罗斯代BTR80步兵战车的基础上 设计的一型八成八 轮式步兵战车 老雷还是有劳底的 镜头回到科伦的总部 先露脸的了托马斯艾德华 对他与兰德两人 对目前战决 以及对雷诺伊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这里可以看出 相比于兰德 托马斯艾德华明显更了解 雷诺伊尔钢盔头就是雷诺伊尔 他使用导弹炮 直接击毁了黑金的战斗机 这场战斗说明 克因就是在逼迫雷诺伊尔使用防空导弹 而雷诺伊尔也没有办法 毕竟如果不击弱废节 自营士兵在绝对火力的压制下 会吸人更多 而且还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老雷不得不上钩 而为什么呢 因为剧情还没有结束 想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我们还得联系到暗区最近出的剧情 和平行者 想看清楚这场阴谋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 在剧情模式的手艺介绍中 我们得知前线要塞有异常防空火力 而我们属于科伦的空情 特前队需要与深渊小队组合 阻止雷诺伊尔发射炮弹 轰炸委员会的人道主义撤离机队 但我们进行游戏的过程中 拿到防空导弹控制密码以及资料以后 却遭遇了深渊小队的被刺 好家伙 这小乐直接给我们一枪 并且立即发射了炮弹 炸毁了人道主义救援的飞机 并且说 你的故事本不该在这里解释 雷诺伊尔举世接迪的场 那为什么南北战争之后 南团势力歌曲并没有大的冲突 就算是北山袭击案 或者是电视台 都对科伦来说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黑金却在这个时候非要嫁祸雷诺伊尔 仅仅是因为他太烦了吗 那为什么不直接选择打掉 而采用这种嫁祸的方式 这一切的背后到底是什么 当然就是雷诺伊尔侵犯了科伦 在案区根本的利益 因为苏梅克委员会 本来就是科伦所控制的 托兰德财团 能在电视台进行警体研究 科伦顺利的进入卡木纳的军事行动 都是苏梅克委员会的授臂 而所谓人道主义救援飞机 不过是打着人道主义救援的幌子 运送托兰德财团的实验成果 这点行动后续 右边的小字 我都快瞅瞎了才看出来 飞机的运货仓单中 第一件货物就是苏梅克委员会的地道器械 而飞机的目的就是科伦的国际机场 我有想 这个医疗器械里肯定有理想国 而左边则的托兰德财团的实验导案 说明托兰德财团的研究一直在进行 并没有停止 可以说苏梅克委员会就是科伦扯的大气 看似类似于联合国的存在 实际上就是科伦所掌控的 暗区这片土地 从封锁之初 就是科伦 人在暗中操控 为了就在暗区进行人体实验 并通过苏梅克委员会的人道主义救援飞机 将科研成果进行转移 但是没有不透风的抢 这件事被特维拉当局发现 在剧情模式结束以后 我们会看到一行小册 人道主义救援中 塞有部分托兰德财团的器械 疑似为不惜一切代价 博取样本 结合米这样一份情报通知 肯定不是科伦的 毕竟托兰德财团就是自己的 那还用的只要疑似两个字了 我们结合之前剧情可以推测出 特维拉在对米哈洛伊进行审问的时候 得知科伦在暗区的阴谋 与雷诺伊尔合作 委托其调查人道主义救援飞机 也就是他们运送的货物 也就是为什么之前老雷就开始关注飞机的原因 而这件事情才黑金对雷诺伊尔真正动手的原因 一旦进行人体生化研究的事情 在国际上曝光 科伦将会被千夫所指 而这次行动 黑金直接转化被动为主动 到这里 前面的PV就和剧情对上了 这就是一场针对雷诺伊尔的阴谋 科伦直接控制了舆论 将雷诺伊尔放在了反和平的位置上 为了救世嫁祸雷诺伊尔 让他百口难辨 在这种情况下 他自己都忙不过来 并且你说你关注的人道主义救援飞机 是因为上面有人起生化实验 谁会信 这也为接下来科伦向雷诺伊尔 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找到由头 巴特维拉放在火上烤 你们不是要合作吗 那我就给雷诺伊尔泼脏水 全世界这么多双眼睛盯着 我看你怎么绑怎么查 而雷诺伊尔本人也是被僵了一郡 进退两难 但是阿贾克斯又去哪里了呢 又或许会成为底牌来上台 我总说 要脸都挖过过不要脸 这种环境之下 雷诺伊尔如何制止此剧而后生呢 那我们就得看官方后续的比较 不过这种全新的剧情模式 挖过使命召唤的小伙伴 应该要十分熟悉 而CODS的开头有点像了 被刺的画面也是有点没开耳朵 看来暗驱赢找到自己的路了 可玩性真的很不错 建议每个赛季都出 爱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